第九题 如右图有一个四边形ABCD顶点坐标是006044跟E3 如果我们要画另外一个四边形 A'B'C'D'跟这个原来的四边形ABCD会相似 而且它的其中三个顶点坐标分别是1040跟32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D'的坐标是ST 则他要问说S加T等于多少 好我们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画个图来看一下 这个D'点的位置大概在哪里呢 D'点呢因为这两个图形会相似 相似的多边形对应角会相等 对应边呢会乘比例 那我们就知道说它每一个边呢 每一个边都会平行 每一个边都会平行 或者是重叠 那我们来稍微画一下 D'点的位置在哪里 好我们画出呢 我们由他们这两个图形会相似 画出黄色跟绿色这两个图形 那D'点的位置呢就可以把它标出来 那这个D'点的坐标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会比较清楚 首先请看一下 这个绿色的A'B'这个线段 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个A'B' 它是从10到40 所以它的长度呢是4-1等于3 那我们再看比较大的A'B'线段 A'B'线段呢从00到60 所以它的长度是6-0等于6 也就是说呢 大的四边形是小的四边形的边长呢 是它的两倍 643的两倍 因为它们相似 所以我们就知道 ABCD它的边长 每一边的边长 是A'B'C'D'的两倍 对应边成比例 好那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怎么样判断 这个D'点的坐标 必须要在 第二步呢 我们要求D'点的坐标 我们先就画 这个D'A'会垂直AB 画出它们的高 那再来呢 画一个D'H 会垂直AB 也是会垂直AB 那这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因为呢 这个对应角相等 所以呢 角A 角DAB 会等于 角D'A'B' 第二个呢 再加上一个直角 角AA'B' 会等于 会等于 角A'B'H'B' 都是90度 一个角在这边 就是角A这里 角A这里 这个角相等 再配上一个直角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有两个三角形会相似 三角形 DA'A'B' 会跟三角形 D'A'B'H 这两个三角形 会相似 好 第三个 我们既然知道 这两个三角形 会相似之后 接下来就比较 简单了 因为呢 它们的 这个 每一边呢 大的三角形的 每一边 都是小三角形的 两倍 所以我们就知道咯 请看这里 AA'B' 这边是1 所以这个 A'B'H呢 这应该是 0.5 就是1 2 所以这个 H'B' 的坐标呢 应该是 X坐标就是 1加0.5 Y坐标就是 0 所以H'的坐标 就是1.5 斗点0 那再来 这个 因为呢 这个DA 这一段 等于三 三格嘛 所以呢 D'H呢 就刚好是 它的一半 1.5 也就是说呢 这个D'点的坐标 X'坐标 就是1.5 Y坐标 也是1.5 这个就是S 这个就是T 所以呢 题目要求的是 S加T 就等于1.5 加1.5 所以答案等于 3 所以选B 这个选项 1 4 5 5 感谢观看